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书是来自于全球三大金融巨头之一 吉姆·罗杰斯的经典著作 《旅行 人生最有价值的投资》 吉姆·罗杰斯是与巴菲特·索罗斯齐名的传奇金融巨头 也是美国最成功的证券实践家之一 他被同行们誉为奥地利股市之父最富远见的国际投资家 今天讲的这本《旅行 人生最有价值的投资》就出自他的手笔 此书一经发售就打破了罗杰斯上一本书 《罗杰斯环球投资旅行》的销量记录 该书讲述的是吉姆·罗杰斯在自己37岁的时候 开始了一次紧张刺激的环球旅行 这次旅行总共耗时22个月 他的足迹遍布六大洲的52个国家和地区 罗杰斯在这次将近10万公里的旅行上 重新审视生命 也在诸多国家发现了新的投资机遇 可以说这本书不仅是罗杰斯在向世人展示 自己重新切入生命的角度 同时也是在展示挖掘投资机会的方法 他所记述的内容囊括了罗杰斯在准备旅行的各个阶段的故事和思想感悟 所以我将从投资旅行 社会生活等三个角度全面解读 将书中的精华选择性摘录出来 呈现给大家 第一个部分 旅行的角度 第一 出发前需要规划与准备 根据吉姆·罗杰斯的规划 这次的环球旅行会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罗杰斯和女友塔比沙 一起从爱尔兰的西海岸出发 穿越欧洲 进入中国 最后抵达日本 这段路程呢 会使他们成为世界头两位 驾驶摩托车 横跨大西洋 抵达太平洋陆地的旅游 第二部分是从日本出发 穿越俄罗斯的西西伯利亚 到达中欧之后 折返回出发地爱尔兰 这一段路程 不仅能够让他们完成 环球世界的目标 也能使他们成为 世界第一批骑摩托车 从太平洋陆地 返回大西洋陆地的旅行者 在这样一个宏观规划之下 罗杰斯和塔比沙 开始准备旅行路上的用品 在本书的末尾 罗杰斯附上了二人的 旅行物品清单 虽然他们的旅行距今久远 但是物品准备的周全程度 依旧非常值得正准备旅行的 小伙伴们借鉴 除去必备的多套换洗衣物 与摩托车骑行所需的 各种配件之外 有一些物品值得大家记录一下 比如药箱 药箱里不仅有必备的急救工具包 还有一些卫生棉条 这些卫生用品可能不是那么显眼 但又是旅途中必不可少的 再有就是大量照片 用于办理各种证件 除此之外 还有共计200美元的 1美元面额的零钱 用作小费 国内的读者可能对小费比较陌生 但是在西方国家 小费就是一项必要开支 你可以抠门给的少 但是不能没有 第二 民间场所比官方更实惠 在罗杰斯二人到达哥鲁吉亚边境时 他们静止奔向民间交易场所 利用民间交易场所来兑换到更多的外币 彼时的哥鲁吉亚还遵循着苏联时期的官方汇率 即1美元兑换6卢布 但是在这些民间交易场所 1美元能够兑换到12到18卢布 与官方汇率有着两三倍的差距 又比如二人在返回阿尔兰的途中 进入阿尔及利亚 此处的民间交易场所异常活跃 官方汇率是1美元兑换10地纳尔 但是民间交易场所 却可以用1美元兑换到30地纳尔 这200%的收益 使得整个国家的经济秩序荒谬无比 所以在旅途中 我们也可以试着去寻找 类似的民间便利 第二部分我们说说 投资的角度 在阅读这本书之前 我们首先要明白 这本旅行 人生最有价值的投资 并不是一本单纯的旅行游记 罗杰斯在书中讲述的那些投资故事 以及背后的投资原理 才是全书的精华所在 第一 各种学科之间充满联系 学科之间充满联系的观点 来源于 吉姆·罗杰斯的华尔街工作经历 罗杰斯相信 在一些经济即将起飞的国家中 存在着较之 现在 五倍 十倍 甚至十五倍的回报率 这样的观点 不仅体现在 罗杰斯的大宗投资上 甚至在旅行中的细微之处 也能够发现 比如 当罗杰斯与女友塔比莎 来到哥鲁吉亚边境的时候 就从地理位置上发现了 房地产投资的商机 罗杰斯买了一张地图 分析了哥鲁吉亚边境 他发现 现在哥鲁吉亚与土耳其边境之间 存在着一条 几个世纪前的路线 也就是过去的丝绸之路 从历史学的角度 我们可以知道 丝绸之路是一条既定的完美路线 重新开放边境的两国 完全有理由再次借助 这条几个世纪前的路线 使得商业再次繁荣 哥鲁吉亚人 亚美尼亚人 以及阿塞拜疆人 就可以凭借这个地理位置 重新打开进入欧洲的商业大门 最重要的是 这个地区的土地 售价低廉 二十美元就能买一英亩的土地 这也就是商业所说的 可遇不可求的价值挖地 拥有极高的升值空间 从一张地图开始 罗杰斯凭借他在地理学 历史学 金融学上的造诣 完成了一次完美的投资预测 第二 思考多半是个连锁反应 对吉姆罗杰斯来说 思考常常是一个连锁反应 在这次旅行当中 罗杰斯常常是途经地区 就会发散地思考 这个地区背后的国家 以及相应的投资 以罗杰斯的出发地 顿勤为例 顿勤是爱尔兰西部的一个小村子 这里有着优美的海岸线 道路狭窄而蜿蜒 树木茂密而绿意喜人 但是罗杰斯并没有被优美的景色 所束缚住 反而是直达本质 看到了顿勤背后的国家 爱尔兰所存在的问题 从爱尔兰的历史开始 罗杰斯就对整个爱尔兰的投资环境 产生了跳跃式的联想思考 爱尔兰是一个早年处于战争状态 后来遭受叛乱 现如今经济萧条的国家 由于历史原因 整个国家拥有的只是旅游业和农牧业 而重工业体系无法发展 并且爱尔兰是一个中央极权经济体制的国家 这也就意味着整个爱尔兰经济的好坏 都和政府是否能够解决社会问题挂钩 实地考察之后 罗杰斯明白了 爱尔兰的政府缺乏足够的能力 这样的体制会导致爱尔兰的精英人才 持续外流 那么相应的结果就是 这个国家没有未来 缺乏人才的国家是没有未来的 是不值得投资的 再比如使罗杰斯一战成名的奥地利投资 整个事件背后的思维逻辑非常值得我们留意 1984年也就是罗杰斯此次旅行的前六年 罗杰斯打电话给奥地利最大的银行 奥地利信贷银行 询问如何投资该国股票 而他得到的回复却是 奥地利不玩股票 事实上 奥地利有股票市场 只是银行代表不知道而已 这样一种反常的情况 使得罗杰斯对奥地利的股市产生了兴趣 经过一番了解之后 他确信 奥地利的股市被严重低估 并找出了背后的逻辑 奥地利政府不喜欢股票市场 可是政府不喜欢 国家就不需要了吗 罗杰斯凭借自身超前的投资嗅觉 确信国家要发展 那么金融业就必须发展 由此 罗杰斯的国家投资观 开始为众人所知 罗杰斯认为 如果你相信一个国家 就购买其股票交易所中的 每一只像样的股票 如果你有正确的信念 那么他们就会上涨 我购买了所有 以坚实的资产负债表 作为基础的股票 所谓的基础股票 放在当时 就是奥地利的建筑 金融 制造业公司 银行和大型机械设备公司 而放在今天的中国 那么就应当是 铁路 农业 以及其他一些 基本设施的建设行当 但是基础股票之后的逻辑 又和每个国家的具体国情 息息相关 这就需要你们发挥自己 对基础股票的理解了 第三部分 也是我们今天要说的最后一部分 我们来说说 环球旅行后的自我联想 书里有一篇后继 讲述了罗杰斯 在环游世界之后 以世界各地具体情况为基础 发表了对美国的看法 我对美元不抱有多大的希望 环顾世界 看看那些货币贬值之后的恶果 我预计美国的处境会持续恶化 我们来分析一下 罗杰斯在环游世界之后 清楚地看到 二战之后的意大利政党 已经被新生的政党所代替 加拿大 比利时 瑞典 墨西哥之类的国家政府 也在发生着明显的变化 没有哪个国家的政治结构 会长期不变 所以 罗杰斯说 我一项重要的哲学原则就是 当屋顶漏雨的时候 你最好马上修复它 否则将来花费会更大 我想这句话就是整本书的点睛之笔 综上所述 本书不只是吉姆罗杰斯 对自己投资版图的一次完善 同时也是对自己人生的一次补权 本书不只是单纯的旅游分享 更多的是罗杰斯的投资思想的分享 结合世界各地的情况 我们可以更加理解学科之间的联系 并且全面地去分析投资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以一个连锁反应式的思考 开始我们的投资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喜欢我们 欢迎把我们的内容 分享给您的家人和朋友 同时也欢迎您在我们的留言区 与我们留言互动